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咪咪 我現在在看有一位中國作家學的 日本女性不太做的各種事情 第一 日本女性不會不化妝去便利店 有的 土日とかはどうですか? こんにちは 夜もし コンビニとか行く時だったら 全品の時だったら 必ずメイクしてたれます あの薄めでも一応ファンデーションだけば はい 塗って しない時もあります 到了中午 沒什麼事情 急去便利店的話 他們也會不化妝吧 然後第二 日本女性不會讓自己的丈夫男朋友被包 有的 有些男性願意替自己的男朋友 じゃなくて 自己的女朋友 和我老婆 背包 第三 對對對 日本女性不會穿吊帶衣服 有 到了夏天 我覺得日本女性不會穿吊帶衣服 穿的很少 入住度很高 這個是誰寫的呢 真是違うよ はい 日本女性不會穿著睡衣去外面 這個是對對的 這個是對的 我們穿的是運動服吧 對對對 關於服裝 日本女性不太穿的搭配是 涼鞋和連褲襪的搭配 另外一個 日本女性不太做的事情是 在外面不吃早飯 除了早上要吃 日本女性 日本女性基本上都在家裡吃早飯 有些人會吃前一天晚上收下的東西 還有的人會吃簡單的麥片 麵包 等等 這樣的話很合上 而且自己做的話比較健康 但我覺得最大的理由是 早上是對日本人來說很重要的團聚時間 因為比如說我大學的時候 我下國以後要去打工 然後我的爸爸經常加班 然後我的弟弟妹妹要去護士班 那一個星期裡 我們一起吃飯的機會 沒有多少 但是早上的話大家都在 所以我們一起吃早飯 可以簡單的分享大家的情況 那一個人舒服的女性呢 現在很多人不吃早飯 有的人沒有時間 有的人想減肥 還有的人覺得在公司裡吃早飯 有一點不禮貌 其實我也不吃早飯 我如果吃早飯的話會困 我以前在日本的時候 我知道 但是那個時候是媽媽做的 所以我知道 但是現在 我今天就吃早一點 我現在吃早一點 我現在是早一點 早一點 我現在吃早飯 然後我吃早飯 所以我吃早餐 所以我現在就吃早餐 吃早餐 我今晚上吃早餐 所以我來吃早餐 如果大家知道很好吃的 這種食品 請教我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多多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